今天又要來洗車 然後呢 介紹一下 引擎室的清潔 因為我發現我們車有很多呢 引擎室都沒有在清 然後打開真的是 燃機性的狀態 那我基本上呢 像現在剛開過來洗車場 然後要等車冷的時間 我會先用毛刷刷 把灰塵刷掉 然後刷掉以後再用這個 暴力風機吹一吹這樣子 然後 就開始洗車 洗完車再擦完水以後 我才會用這一瓶 引擎線路保護劑 我舊車是用 黑珍珠的噴蠟 也可以就是噴整個引擎內部 塑膠件也好 還是線路都可以噴 那因為有專用針對線路 或保護的噴機 所以我就直接用這個 那這個噴起來 我覺得也蠻像蠟的 那塑膠件的部分 我也會噴這樣子 那因為有常常在擦 基本上可能不會太髒 然後我噴完以後呢 不會馬上把它擦掉 可能會開了幾次 車以後才會把它 把那個蠟像這樣子刷的時候 把它刷掉 所以噴完以後 在開的可能前一兩個禮拜 可能上面會直接是黏灰塵 直接在上面 因為我蠟沒有噴掉 然後 在擦的時候 像這樣子 就是直接 有蠟就直接把它擦掉 那像有一些車友 這邊 裡面已經都生鏽了 那我的看起來其實還好 因為之前 第一次的時候我噴滿多的 洗一次車噴一瓶 就是 毛刷刷得到的地方 我都會 刷一下這樣 像這個裡面 裡面大概刷一下 其實如果藏在清的話呢 就是保持引擎的清潔 那引擎乾淨 其實像我這樣每次 在清的時候 也不會很 也不會很髒 大概 然後 然後在清的時候呢 就可以順便 這個上次 上禮拜剛 回廠保養 它有幫我補滿的 這個浴刷水 還不錯 在清潔的時候 可以順便 檢查一下油水 這樣子 因為沒有很髒 大概刷一下 我就會 吹 這樣 每天 每次洗車擦一點點 擦一點點 總之可以擦得很乾淨 好 引擎式的水 擦乾了以後呢 就是這一瓶 它其實我也 可以把它當做什麼 是 可以噴的呢 噴的到的就噴這樣子 噴的到的就噴這樣子 就是把它當肉 跟那個保護器這樣子 就是把它當肉 跟那個保護器這樣子 就是把它當肉 跟那個保護器這樣子 買得到的 好 很快 買得到的 這怪的樣子 就大概這樣子拍一拍就好了 這樣子引擎室比較乾淨 因為現在 車子電腦車它的一些設備啦 Sensor之類的東西太多 所以我覺得洗車的時候 我們車室的引擎室裡面 要稍微多花點時間去保養它 尤其是線路這些街頭的部分 可以避免它因為熱上冷縮 造成的鬆動 這樣子 都可以有一個基本的 增加一層保護 這樣子